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永清以及OCF开放文化基金会董事 自由软体创业者陈桂成Casey Chan 带来的数位发展部开放原始码软体中文化 如何提升公民科技的发展 我们也欢迎各位与会者在Costco的共笔上 记下您对这场演讲的笔记 共笔在官网一层表的一层内 然后让我们来欢迎张永清以及陈桂成 喂喂喂喂 大家早安 我是永清 谢谢 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 我先想一下这个 我绝对不是来这边做政策宣导的 那我这边应该是说 我们会就目前说一部针对整个 open source的发展 我们有一些想要协助 想要资源的一些想法 希望透过这个场合 跟大家在这边沟通然后去协助一下这件事情 好然后 因为第一次来所以听说 听我同事说 说Costco要放猫 好那所以我就放猫 因为他以前蛮常喜欢看黄阿玛的 所以就是接他的图来放一下猫这样子 好那公务员嘛 所以我大概还是会从整个agenda的部分 大概讲一下就是从整个数位部 然后到我们 我是在民主网络的诗 那我这个诗的名称 看不出来他要干什么 所以大家讲一下他在干嘛 然后以及我们现在可能手边针对整个open source 在国内国外合作 或国内的环境上面 我们有一些期待的部分 我这边会讲 那后面的话当然是 会麻烦一个我很尊敬的前辈 讲前辈啊讲学长好了 KC的部分会针对 我们这次整个专案的技术层面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好那这个大家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无论从新闻新闻报章杂志没延续 从去年8月27号的时候 一上去大家看到 大概就在讲这件事情 那他的非常官方的定义方式 就是说他希望透过数位发展 建构整个全民数位任性 连结公民技术 提升产业安全 加速社会发展 实现智慧国家的愿景 这是一个非常政策性的论述 然后所以呢 我们用三个圆圈来行硕这件事情 希望透过社会发展 产业发展跟图发展 各自的一些计划本身 来去搭载 达成一个交集 就是全民数位任性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的话 大概其实我的背景大概是说 我从大概公务员大概十年了 之前大概六七年都在台北市政府 那所以 其实我们的时候在市政府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可以跟这个东西做一个mapping 大家就说市政府的时候在推智慧城市 那我们的目的真的是 推智慧城市这件事情 因为民众其实不在乎 这个城市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智慧 他反而希望说 这个城市是一个宜居永续 我在那边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发展 那在这个状况下 智慧城市只是透过ICT的技术 跟整个技术演进去达到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打造一个 全民数位任性 其实他是希望民众活在一个 在咨询化的时代里面 一个相对对你自己是非常安全 一个一个社会环境下面 那透过数位任性的基础 那所以其实可以连接到说 我们在公共城市 跟opensource这边 其实会扮演一个 一部分 但是也是蛮关键的一个角色在这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 可能民众在最后对这个社会国家的 一个期待去连接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样 好 这又是一个本部三大方针 我就只念最后一块 就是促进跨国 公民科技 及资料民主化的共同发展 去落实整个智慧国家的愿景 所以我们是民主师 这边用绿色框起来 那其实整个数学部的结构 大概本身来讲 其实它从软体到硬体 从整个公共建设的底层 到整个公共服务 社会公共服务的发展 大概 其实它整个业务单位的分布脉络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还会有相对应的一些行政法 跟常常法 在整个政策规划 或者是技术层面的实现 去support整个数学部 跟全民做一个沟通协作 大概是这个概念 好 那这一页大概很快会把民主网络师 他做的事情把它合成合起来 我是喜欢用这种图 但是这种图 大概我这边 可以把整个民主网络师 讲的四个面向 大概是从 从最右上角的话 应该是国际对话本身 因为我们是希望 透过民主网络师 是以国内的ICT 跟相对的一些在民众 在资讯素养上的发展 去行说一些国际连结的对话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说 接下来在Web3的方式 Web3的进行情况下 我们也希望说 在公共的部分部分 我们当然不会是最熟技术的 在座各位 比公部门 任何一个人都懂技术很多 但是 公部门掌握的是一个资源分配 这件事情 以及政策的一个定锚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 也许也许 我们可以去协助 去研修整个国际分散式架构 透过一些 学研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 工作坊 或者是一些学术的研究等等 我们去研修整个我们国家在分散式上的策略 左下角是跟今天最相关的 就是展开整个公民协作的部分 我们希望开放我们的思维去促进整个合作 所以在今年度 其实我们包含在open source的一个示范场域 然后以及后续一些 我们在机制的眼里上面来讲 其实我们在今年度 已经慢慢的想要推展一些事情 然后也是透过今天这个场合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然后在右下 当然是在社会上 因为毕竟2050整个海碳 在国际间的议题上面来讲 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 以速会去助攻敬领的方式 所以大概以这个四个面向合起来 大概就是民主网说 他接下来这几年度所需要做的事情 一个概念 那我如果把它更深的 往那个公民科技参与的部分 大概我画了一个架构图出来 那最底层的 最上层的部分 当然是依循整个共产政策 因为政府不要把耳朵蒙起來 把什么眼睛遮起来 然后自己做自己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就听到很多外面的声音 去连结整个国内化的公民科技 去共创整个数位治理 用共创就是说 治理这件事情其实是 大家都有他非常重要的角色存在 然后在中间层我们希望去 透过我们实施去整个政策 跟环境的拓谱 再结合整个社群的力量 我们希望在沟通跟参与的模式下面 我们去形塑整个 比较好的 比较良善一个互信的生态系 那 在整个协作模式上面 我们现在目前的思考是 当然希望还是以公共城市的方式 来进行这件事情 因为我当公务员10年 然后我前几年都是在IT部门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公务部门怎么做资讯系统 就是某一天有一个长官跟你说 哎呀我要做这个什么什么 哦哦这样子 好好好 那你去把RFP写出来 哦哦哦好 然后 然后 你也只有得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然后你就回去就找 看 开始找 厂商伙伴啊 大家 诶这个厂商怎么写啊 不知道 然后就开始写写写写写 那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这边不会讲任何公司不好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出来混口饭吃 所以 在写的状态来讲 你会明显发现 RFP上面 会有一些些绑住的感觉 这会有的 这一定会有 那公务部门我觉得 现在其实在资讯人员来讲 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产生 那 公共城市这件事情 结合open source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在未来几年 他当然他讲了很久 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几年 也许是我们这边 可以协助去着力的一个方向 去改变整个 政府部门在整个资讯 服务采购的一个环境上面 我们去做一个改善 这样子 哎呦 时间过好快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对一些 这个案子的期待 然后其实 我第一次参加Cost Club 所以我大概把Cost Club的议程 跟这个guide like 大概看过一下 OK 那我们希望是说 整个全民参与公共城市的结构 所以针对 开发者 使用者 跟所谓推广者 就是运作实务上面 我们提供 比较好的一个软体的 翻译的一个服务上面 好 那 政府到底算是哪一个呢 政府的 裡面的人员一定不是开发者 除非 应该 在我印象中 除了很少数很少数的机关 还有自己公务会员 自己在写程式之外 绝大部分应该都没有 他们变成是 他们其实 他们常常手边就是 就有一笔的 资讯预算的钱 这样你想办法 把一些服务生出来 大概状态是这样子 所以 也许他是 使用者 也许他是 某个程度的推广者 这就是我们可能接下来要 要采注的一个议题 那 这是在 去年8月成立之后 我们第一批就是 希望针对 共同工具的软体跟标准 去做一个投入 那这是一开始 选的一个标的 那这个标的部分 当然其实 当初的有一些业务的集存在 包含是说 我们希望他可能是 比较是共同性的 工具型的 那以及标准上面的一些 中文化的翻译 无非是希望在国内里面 可以采用这些以后 就会 让我们整个 open source的环境 他其实基本上对 对我们来讲是友善的 开发者可以很专心致力的 在开发上面的议题 那这是一个 简单的工作流程 基本上 我们会把所需要翻译的软体 会去整理他所需要翻译的 文字档 然后呢 去分派专业的译者去翻译 然后再做peer review等等 然后当然 在整个去比对 整个翻译前后结果的过程 我们会建立了 这次测试环境 然后把软体build起来以后 去比对说这个东西看起来 是不是比较合理 然后再透过整个上到翻译平台 然后再回馈到上游 这大概很快速 把整个工作流程讲了一下 好 那 我们的议题绝对不会是 只有做中文化这个议题 那其实在整个公共城市上面 我大概这边把它归类成 其实额上到下 有点顺序性的存在 我们希望打造的是一个 數位公共建设 是一个全民协作的概念 也就是说今天 在跨部门的一些资讯 服务在出来的时候 也许在它的应用资讯的底层 其实它是open source的底层 那 在某方面来讲 当这个形塑的脉络 逐渐被扩大的时候 其实 对资讯预算的本身 各部门掌握的资讯预算本身 其实因为底层的 大家的发展上面 它的共同性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相信它效益 会逐渐走向最大化 而且 会跟 会对整个产业 它运行的发展 跟社群上面的一个 事实协力 其实会产生一个 无论是量 还是值上面的一些变化效益 那所以我才提出 这可能是一个商谋 跟共享 兼具的一个良善生态 也许也许不是所有的公部门 可以第一次 我可以讲一个 歷史脉络故事 就是当初以前我们在 我在 我不要再讲哪个单位 某单位的时候 我们那个 资讯采款ROP 它有个范本 好 那个范本呢 它改版过两次 其中第二次呢 以前就是 會 只写功能需求 第二次以后 他说 建议 會 用商用軟體 喔 好 好问题喔 為什麼公部门的 為什麼類似的改版 後來那個版本很快就下 但是那個版本 為什麼曾经 會被拿出來好弄過 因為 當初大家都怕 治安這件事情 但是 所以他們會認為 用大的 廠商的 商用軟體 喔我至少合約簽下去 說事情 我交易到人 可以懂得去修這件事情 OK 這是非常直覺的 因為公公部門 對我們來講就是 我們會希望 風險一路降到最低 然後 服務做得好不好 其實是另外一回事 然後 可是其實 它其實本身 對公共存是 這個 PNPC的概念精神來講 其實這個並不會背 這件事情 OK 它並不會說 反而我覺得是 生態系 它有沒有逐步養大 去造成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幾個模式 讓它整個 有一個全民數位 任性的一個體現 那我們有去設計了 大概整個機制上面 來講的話 其實 這也是目前我們在 行錯一個 公私協力的 生態系的一個執行機制 因為 我們要執行 一個業務內容 我們還希望先把 整個步驟 Mechanism 把它大概思考過以後 當然它每個節點 都它特別細節 我們現在在乎的 政策方向 政策方向行錯 有可能是政府部門 自己想的 也有可能是 跟外面 跟公民這邊 去討論出來說 哪些政策方向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政策方向 當進來以後 我們希望在上面 產出一些issue 無論是政府 還是產業自發性的 民眾自發性的 決定是哪些議題 該拒絕 把合作問題 行錯以後 那其實再去建造一個 實驗場 讓這個東西在上面 跑看看 是不是這個想法 是可以去解決這件事情以後 那很重要的是 最後一步 其實以前通常比較不會有 其實前面這很像POC 但是最後一步常常就是 我要怎麼延續 我要怎麼延續 OK 我要怎麼延續這件事情 以前是什麼 政府做資訊服務是什麼 就是千違戶案 這就叫延續 那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 如果今天我 公共城市在 整個數位部在做這件事情 甚至之後到跨部門 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 大家都會 反過來問 組織機關說 那我延續要怎麼做 我以前就是千違戶案 我還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 在整個體系上面來講 我覺得它整個架構上面 會慢慢的 把這幾個環節細節 把它去定義清楚 這個也是在今年度 我們慢慢的 要把這個東西 建立起來 在明年度會開始有一些發展出來 那今年當然我們說 在整個示範案的部分 就是其實 昨天大概是我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想說 還是要畫一張圖 好 然後這張圖呢 其實 我們把數位任性放在最中間 就是還是回扣到 畢竟 數位部的政策主軸 在這邊 那我希望它最核心中間 這一群史 是兩個東西 一個是協作上的工法 另外一個是 公共城市在裡面的角色 在協助整個 智慧政府的一個 治理跟政務上面來講 無論在民眾的交通運輸關懷 社會關懷 便民活動 數位平權 經營減碳 經濟發展 其實大概幾個很重要的面向 在秉持著 所謂的open的一個概念 我們去形塑一些 已經有些團隊開始提出 他們針對這些議題的 一些想像的一些題目 以及他們可能預計的解法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是一個 開端 那明年度如果有機會 我們有一定程度的一個 協作的基礎之後 我希望能在這個上面來講 再把更多的面向 再做一個實現 好 講完 所以接下來 就請歡迎我們 大學長KC 大家好我是KC 我本來以為今天會關燈 所以我穿白衣服 因為我怕你們看不到我的臉 對 好 要按哪裡 好 因為科長他有白貓 所以我就知道白隻狗 這是我家的狗 如果養過猜犬就知道他根本 基本上是跟貓一樣的 他根本不甩人 對 我也不知道我養他幹嘛 就是巴結我女兒用的 對 好 我大概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成立在05年 我們也是找 就是第一年辦CostCup的單位 那辦CostCup那一年 我剛算了一下 剛好是我二女兒出生的時候 她現在已經高二了 所以現在CostCup可以辦成這樣 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所有的社群朋友們 實在太厲害了 那我要講的是 這一頁節目我主要講的是說 我們經歷過 Web 1.0 Web 2.0 到Web 3.0 我們經歷過 分散式運算 經歷過 然後到雲端運算 然後再到 現在的生成式AI 那我們經歷過這麼東西之後 各位覺得唯一不變的是什麼 而且越做越大的是什麼 有開嗎 好 都沒有人理我嗎 我 我十幾年沒回來 我真的緊張到睡不著 我想說這邊應該會有人理我 結果台下沒有人理我 那個Frank你不要理我一下 對 就是Open Source 在這麼多年以來 就是我們從那時候 拜託大家用Open Source 因為那時候我們 可能有年紀會知道 Old Sock 會知道 只有讓你駐造場 那我們在 在那個年代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拜託大家用Open Source 但是現在在業界的朋友 沒有一間公司敢說 他的東西裡面沒有Open Source 對 所以我要表達之說 我們走在這條路上面是對的 因為當年我在創業的時候 支撤的朋友說 你這個可能沒幾年就能倒了 然後我們在跟中華電信談案子 的時候他會問一句 我怎麼知道你們公司什麼時候倒 對 結果 歐沙克現在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 自由管理駐造場 雖然 沒有了 對 但是我們 我們是一間秉持著Open Source精神的公司 我們還活著 所以 各位就知道 政府的錢一直用不一定會 持續下去 但是民間力量其實是很可怕的 更何況是Coast Cup 那今天的主題其實是 速發部跟中文化 那我昨天晚上在想說 今天應該是沒有人會住在這邊 對 因為這是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這十幾年來 中文化都是沒有人要理的 對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各位進來 我想應該是為了速發部 對 對 好 對 中文化永遠都是最無趣的這一塊 但是 在這邊我要講一個 當年我 我非常要感謝的是 可能講出來可能又沒人知道了 就是CLE 對 可能只有Frank Frank應該也是CLE的成員之一 是嗎 不是喔 你沒那麼大嗎 你不要裝年輕喔 好 就是 當年 當年 在Red Hat還沒有中文化的時候 我們要用Linus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我們自己要把自己的Windows幹掉 然後把Red Hat裝進來 然後把CLE搞進去 然後那時候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會認識了 智偉啊 Candys這些 先進 那他們這些 大概已經離開社群很遠了 對 然後在這些年來 我們發現是說 只要 只要談到所有的 所有的 Open Source的活動 只要談到中文化的議題 那麼台下的人 大概都是最少的 所以 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這樣的人 我才是很驚訝 對 好 所以 我們在跟書發部合作的過程中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夥伴 就是我們OCF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OCF的人 所以我這樣講好像也怪怪的 對 所以 因為他們建立了一個中文化的一個高標 對 就是OCF跟很多的議員 然後他們 因為 大家知道嗎 我們之前在做中文化就是 你想怎麼翻 你就怎麼翻 那你高興怎麼翻 你就怎麼翻 反正 我們在Open Source的界 有一句話就是 做事的最大 對不對 就是你是contributor 所以你要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你做事的人最大 但是我們在這個計畫中 我們在議員 透過OCF跟議員的共同中 我們建立一些 中文化應該應用的一些共通性的 可以被認可的一些 我們 暫稱為標準的草案好了 對 那有些支持的翻譯什麼 我們盡量不要跟我們的 西台灣 太一樣 對 因為這是政府的錢嘛 如果跟西台灣一樣 那這可能會出事 對 所以 這邊我要特別提到 因為 等一下還會有OCF的事情 對 好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 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做了五個的翻譯案 那可能跟在座 如果在座有公佈我們的話 可能 跟這些 UK Notify 可能各位覺得說 可能跟 如果不是公佈我們 可能覺得跟自己沒有關係 那UK Phones 可能 各位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 這個就跟各位有關係了 對 因為我們都 我們大家都用Line嘛 然後都用 Telegram嘛 然後 但是 可能有 用FB的Messenger 但是我們 我們在製造軟體界 有一個前輩 我在這些地方都找不到他 我只能在這上面 Element找到他 那講的可能大家也不認識 他叫做臥龍橋山 誰在嗚嗚的 你那麼年輕 你裝什麼老 就是臥龍橋山 可能各位去Google一下 他之前是台灣 台南縣教網中心的主任 那 如果各位想要找他的話 如果不是在FB 就是在Element上面 對 那這個在Google Play上面 各位都 或者是 iOS的App Store上面 都可以去下載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所有的中文化的東西 都是我們前一期的成果 他們都已經收入進去了 所以這是跟各位相關的東西 對 然後 iMA是我們在這一期 也會持續在做進化 因為 我們 做Obsource就是比較韌性一點 所以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我們翻譯到一半 他就改名字了 對 他本來叫iMA 然後 然後我們翻一翻翻 什麼要改名了 然後就 裡面東西就很多東西 要重新整理 然後重新檢討 然後重新的 再做一次 對 好 那我們就繼續把它做下去 好 然後 最後這個是Standard for Public Call 那 這件事情其實是我們覺得 我們在第一期裡面最重要的 然後 可以再延續下去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 公 就是 Public Mining for Public Call 這個 我們Frank 在等一下會後 各位可以找一下Frank 他坐在這邊 對 這件事情也是他在推廣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讓 政府的錢 政府開發委託民間 做出來的城市 可以持續的被沿用 我這邊講一個我們公司自己的例子 好了 我們 我們有一個 縣市政府交易局處的客戶 那 他們要做全線的 全線所有中小學的網站 對 那 當然因為 如果你要買商業 基本上全線大概 一兩百所學校 很貴 所以他就選擇Wordpress 那因為我們長期在做Open Source服務 所以他就說開心那我們就用Wordpress來做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現在他們都用很開心 我們那個site全部加起來大概三 兩千到三千個網站 因為還有老師自己的研究網站 然後老師自己的社群網站 社群網站 就社群網站咩 好 然後所以這時候陳大 那 我怎麼把單位講出來 靠 好 某大學他們拿了教育部的 某大學拿了教育部的 向上集中 網站向上集中計畫 所有的國立高中 高中指的網站 你們只要要做向上集中 然後你不想用商業公司的手錄訊 你可以 尋求 那一個大學的向上集中 網站的服務 那因為 這個縣市中心跟那個 該大學的 負責的專案負責的老師 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我們整個source code就過去了 對 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本來一直就是說 你只要是用我們的東西 因為我們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客製化模組 因為大家知道Wordpress 基本上拿出來用 就安全性一定會一堆問題 你如果去掃它的source code就 清不完的 但是如果你做弱點掃瞄 是不會有問題的 就是你做圓馬掃瞄 可能就會有點問題 那他就把我們所有的東西 弱點掃瞄都沒有問題的東西 就直接給 那些大學的那個單位用 然後所有的 所有的什麼 我們客製化模組 也都列出來 列清單 我們就一個列列列列列列 他說這個你要用 這個你不用 然後這個你可以留用 所以 那些大學他們就這樣用 然後現在大概有十幾個 國立的高中指在上面 然後 然後 也因為我們幫這些 這個大學做了這些 就是幫他們移轉過去之後 另外幫他們做一些客製化東西 然後我們就會問 這個說 你要不要拿去用 所以就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大家留用 我們從來都沒有在限制說 你不能給別的單位用家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個目標 然後當然就會有人跟我說 你們這樣公司怎麼生活 那其實你知道嗎 台灣的經濟其實是什麼 是靠裝潢工 靠水電工 他們也都活得好好的 就是我們公司的人 可能比較委屈一點 就是我們可能就是 沒辦法像那個水頭頭開水有沒有 隨時流這樣賺錢 但是我們可以 就是 吹冷氣當裝潢工 吹冷氣當水電工 對 remote當裝潢工的 把就是把 open source跟 user之間的 next mile處理好 那基本上這也是一個生存的方式 那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 政府的 就是委託民間業者 開發的東西都可以這樣子用的話 可能我們的 的錢可以更花在刀口上 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個是 我時間很多對不對 好 軟體像水一樣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是 Novel Taiwan的總經理講的 那他現在是VMware的 台灣的總經理 他叫 快點快點 你來不是又在提醒我這件事情嗎 Ban嗎 好 沒關係 他說 他 那時候我們在推open source 他給我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他說open source 就像水一樣 你如果把它包裝得非常好 用斐濟水 你就可以把它賣非常好的價錢 那如果說你用越式礦泉水 可能你就是 價錢可能就比較便宜一點 就是你 你到底在 處理你跟user之間的距離的時候 你做了多少 如果你在處理跟user之間的距離 你花了非常多的工 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報酬 那如果你只花一點工 那你的報酬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對 那我要講的是中文化也一樣 對因為 所以 當初如果沒有CLE 我今天不會 就是 我也不知道CLE是害了我還是幫了我 當初如果沒有CLE的計畫 我就不會去創業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也不會加入 slate 就是 成為slate的發錢 然後或 然後coastcard 這些的 對 所以中文化也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 今天如果你拿一罐水 上面全部都標示的是英文 我想 可能有些人會不太敢買 因為你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至少我媽不會買 對 但她會用Line 對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軟體它像水一樣 所以它的價值取決 它可以讓多少人 被多少人所使用 好 只剩三分鐘 所以我就 所以 所以呢 我們要講很 這邊 我們只要看左邊藍框框就好了 我們必須要 從十幾年前我們再講 二十年前我們再講 就是我們必須要站在巨人肩膀上面做事嘛 所以軟體中文化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 因為國外的 國外的大神們 或者我們國內的大神們 開發非常多好用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 軟體中文化做的好話 其實我們可以節省非常非常多的 工作 我有打錯字嗎 這邊也看得到 好 所以我們必須重複照去 我們只要把中文化做得好 其實我們可以節省非常非常多的F 那麼在這邊呢 因為莫達在去年跟現在接下來會放非常多的成果 在 Github上 對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 非常希望 在座的各位 上去 Github上面 去搜尋 速發部 然後你會看到速發部有很多 中文化計畫 open source的計畫 那各位呢 就盡量拿去用 然後有問題就回饋 然後他們就想辦法解決 對 是嗎 會解決吧 如果他們不解決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社群自己來解決 是不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社群的力量 好 所以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請大家拿起手機 真的啦 真的啦 我是說請大家拿起手機 然後去掃那個QR Code 然後去換飲料 對 我是很認真的 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請大家去掃那個QR Code 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翻什麼軟體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們來翻GIMP 就會看中文化怎麼這麼好 Inkscape 中文化怎麼這麼好 對 所以 請大家 提供點意見 那我們唯一可以給的回饋就是 以後大家有好用的中文化軟體 還有 現場有飲料可以喝 對 所以請大家趕快去掃QR Code 那去哪裡換飲料 三樓 OCF攤位 對 這是OCF會提到的事情 請大家趕快去掃QR Code 對 掃不到怎麼辦 等一下離開的時候 在那邊 有一張 好 反正去那邊掃就對了 還有手上的比較晚進來 可能走上沒有那張敵驗 對 所以依據 依照我們這些 我們過 我這就老人家經驗 就是我們希望 在跟公務部門合作的時候 大概 可以跟廠商達成這些協議 就是 因為我們這些年都這樣過了 那也沒有 公司也沒有倒 還滿幸運的 就是第一個是要遵循開放標準 你不一定要open source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不能open source 對 但是要遵循開放標準 第二是 要提供軟體的原始碼 至少要給使用單位 擁有原始碼的自主權 那第三個就是要做know how transfer 因為我們在 左手邊都是我們的客戶 就是說在我們做過程中 我們發現 不管是公司一大學 或是公部門 還有多久 剩下一分鐘 他們都沒有程式碼的用學 或者說他們因為太忙 沒辦法去處理 但是所以技術移轉 基本上是我們希望 可以在跟公部門合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對 所以這邊就是書發部的Github 大家一定要上去 一定要給意見 對 好 那最後 我們把時間交給科長 對 你還有30秒 時間是不是到了 OK 我們現在時間差不多 如果等一下大家有什麼疑問 想要問兩位講者的話 可以私下問他們 謝謝大家 我們等一下下一場是10點40分喔 我們等一下下一場是10點40分喔 OK 我們等一下 是20點40分的 好嗎 對